接近來 但是沒有辦法放進去 這球長傳到最前面 李偉翰交給了阿霸馨 把電音隊的主場當自家的主場在打 這兩分灌進去之後 雙方變成了20分的差距了 憲平勝 再加速 直接挑籃成功 哇 真的很快喔 這個快攻也是沒有辦法把分數給拉開 是 球力師 阿霸馨 再交給克里斯 直接拿起來的拋頭進了 過了防守給斷掉 前面阿霸馨直接飛了上去 晴恩 後仰的出手 閃過了防守者 盡球彈了進去 晴恩 這邊又想要靠一己之力 不過他就能夠打進去 這一球直接被阿巴西給抄走了 巴西升空 這種就是最傷的 我所講的失誤之後 對方又在快光鎖拿下分數 藍波 抖頭側 敵對上去 吼唐 敵對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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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阿霸馨 差了一點 這邊又來個另外一個 林秉昌的Catch and Shoot 落邊的攻勢其實 危害是往右邊運的 但阿修羅必須要休息了 右腳大腿的那個部分 上一場比賽就有傷了 邰德 補頂的三分球出手進 林秉昌186公分 德古拉是230 差了30 40幾公分 而且現在馬上再把分數給要到 78.61 因為已經好久的時間沒有Feel夠 剛剛其實已經被拉開到17分之多 對 艾德 選擇壓進來腳小球 克里斯閃過了第一個防守者 但布拉也沒有辦法蓋到他 真的是蠻客氣的 艾德進了6人來守 哇 艾德在他補頂了 再噴進了一個3分球 在Attack這個動作 立板給球 艾德轉身這一球放得進去 再加一球 接下來但是沒有辦法放進去 對球長傳到最前面 李偉翰交給了阿霸馨 把電音隊的主場當自家的主場在打 這2分灌進去之後 雙方變成了20分的差距了 哇 又出現了效 前面跑快攻 這女生並沒有第一時間的出手機會 但是藍底下艾德空了 這個一定要叫暫停喔 沒有辦法喔 這球員跟總監燈之間默契相當重要 對 你有沒有碰到球 你是自己最清楚 哇 這個球最後 還是被阿修羅蓋掉 哇 苦毛一直在找隊友啊 對啊 自己有機會可以進攻啊 那 前面呢 又要看到阿巴西 哇 秀坦 這個防守籃板 現在前面2打1 阿巴西再上來 而且競算L1 對 又是阿巴西的快攻 黑色閃電喔 哇 這個黑豹拋得實在太快了 這個空檔 而且前面看到的是苦毛維加 就直接打上去了 超捷 前面阿巴西 真的不讓了 沒有什麼必要讓的 柯里斯 艾德 魏家豪 阿巴西跟林秉鎮 這是特攻的場上5人 阿巴西 柯里斯 出來艾德 艾德遠距離的3分球出手去 艾德5幾啊 1的單打 楊甲不能夠互相的來對抗 可是他們的一個團隊就是 靠著流暢的一個傳球啊 哇 現在裡面 林秉鎮速度加上去之後呢 也拿下2分了 這分繼續下下來還不晚了 對於電音隊而言 其實兩邊前三節的三分球 命中力是一模一樣喔 是 都是出手25次中球 林秉鎮給超走 前面4個人打0個 金恩了就直接扣籃了 超姐又成功了 前面愛德 秉鎮 轉一道外圍來 賈瑄 再後撤一步沒有出手的一個機會 對 艾德 強射切割藍換到藍光令 又一邊進 艾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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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尼要獲勝 應該是相當的難喔 因為真的是看到中心特攻啊 呃 也是在準備 彩黃色的彩帶 對 還是選擇出手了 克里斯這兩個真的是無解 現在不管是任何的運動 還是任何的企業 都喜歡這種全能型的人 人 對 可以做相當多的事情 對 看我還是轉移出來 克里斯在交點林秉鎮 後撤一步 閃過德庫拉 去 現在三分 無解 中心特攻 這個三分雨 現在在第四節降下來 Gang Club 跟Shark Club 基本上也都一致 再過半場之後 中心特攻要把這場比賽的時間 全部流失結束 這場的比賽 中心特攻 要來收下這場比賽的勝利了 一百二十比九十三 在冠軍賽直落四 恭喜中心特攻拿到了今年賽季 T1聯盟的總冠軍 在獵鷹隊的主場 操下了黃澄澄的彩帶 中心特攻在今年賽季 沒有任何一場的敗戰 來面對到獵鷹隊 而且在今天 第三節三十六分的一個進場 並且讓獵鷹隊 在單截止拿下十五分 墊墊了這場比賽的勝利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洋洋 看完影片 記得要點一個愛心 如果還沒有訂閱的朋友 記得幫我點一下 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這樣子就不會錯過 我們任何一支 最新的影片 再見囉